同学们好 那今天这堂课的主题呢 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弹伴奏 OK 那什么叫做伴奏 伴奏也就是当我们每次看到一个单行的谱 有就是这个是旋律 melody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配上好听的伴奏 适合的伴奏 那我们要如何在看单行谱的同时 直接的配上伴奏呢 那我们就要先认识和弦代号 当你们上网查很多 你们想要弹的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单行谱上面 都会有这个和弦代号 这种叫做和弦代号 也就是说 这个小节里面的和弦是F和弦 这个小节里面的和弦是B flat和弦 这个第三小节的和弦是C和弦 这个第四个小节是F和弦 所以上面叫做和弦代号 所以我们可以来根据和弦代号 来知道要如何的弹这个伴奏 OK 所以这个就是旋律 这个就是伴奏 我们要根据我们会不会看这个和弦代号 来弹伴奏 OK吗 好 我们先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之前在level one的时候 有学到这个 Mary has a little lamb的这首歌 也就是我们最开始学的第一首歌 好 这首歌我们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教过了这个 所以这种单行谱 我们叫做旋律 对不对 这种旋律 你们都已经会弹了 那今天我要教你们如何在这首歌里面 加上伴奏 OK 所以我们就要先看到和弦代号 这个和弦代号是我加上去的 所以麻烦你们在你们的谱上 也把这些和弦代号给写上去 给写上去 OK 接下来我要来教你们如何的 看这和弦代号 就有办法把这首歌加上伴奏 来我们来看第一小节的和弦代号 是C和弦对不对 好我们先找到C在哪里 OK我们知道中央C在这里 这个是中央C 但是我们当我们弹伴奏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这个C往下移 往下移 为什么呢 我们要弹这里的C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右手是弹弦律 左手是弹伴奏 所以你的左右手应该这样子摆 所以你伴奏的音域应该是在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不可以弹中央C 我们要弹左手 第一个八度的C 这里的C哦 OK 好 第一个小节是C和弦 那我们要先知道和弦是怎么样构成的 这个只是C 但是我们要弹C和弦 要注意咯 所有的和弦啊 我们都是由三个音符一起组成的 而且都是这个结构 注意看咯 C和弦我们从C开始往上推三度 C E 然后再推三度 所以 Dol Mi Sol 也就是C E G 这个叫做C和弦 我们一起弹 通常我们弹一个C和弦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直法 E三五 这个叫做C和弦 OK 所以第一小节的和弦我们找到了 第一个小节是C和弦 第二个小节是什么和弦 也是一样C和弦 好 第三小节是什么 G和弦 我们先找到G 那我们的伴奏都是往下走的 OK 所以我们找到G在这里 找到了G 找到了G吗 G在这边 OK 所以我们从G开始找和弦 也就是Build一个三度三度 这个是G和弦 G B D G和弦 OK 那我们接下去看第四小节回到C和弦 OK 我们接下去第五小节C和弦 第六小节C和弦 第七小节我们回到G和弦 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回到C和弦 OK 所以我们已经把和弦给找到了 好 那通常一个和弦啊 三个音符 我们最底下的这个音 我们叫做根音 那这个叫做三音 这个叫做五音 所以一三五嘛 根音 三音 五音 所以我们Build一个和弦 一三五 好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开始弹伴奏咯 那有很多种伴奏的形态 我们先学弹一个最简单的 注意咯 每一个小节我们都弹和弦的根音就好 而且这个根音要拉四拍 因为这个歌是四拍的歌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个根音拉四拍 我们从头开始哦 注意看哦 预备拍 一 二 三 Go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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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的形态就是在每个小节弹 左手你和弦的跟音就好 跟音就好 再一次 1 2 3 go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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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所以这个就是伴奏 那我们加上右手可以吗 那我们的右手跟左手就是一起弹 那左手就是加跟音就好 加在每个小节的第一拍 所以每个小节的第一拍 你的左右手要一起走 我来示范一次哦 1 2 3 go 一起 1 2 3 4 听 这就是最简单的伴奏 加上和弦的跟音 只加上和弦的跟音 跟音拉四拍 再一次哦 1 2 3 4 2 2 3 4 听 这是第一种伴奏形态 ok 所以一首歌 只要我们知道和弦代号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种的伴奏形式可以弹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学会了吗 那我们来看第二种伴奏形态 第二种伴奏形态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刚是弹跟音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弹这个和弦的跟音 还有五音 我们看哦 第一个小节C和弦 我们要弹跟音 还有五音 对不对 再看一次 这个和弦啊 三个音 这个是跟音 这个是三音 这个是五音 所以我们在现在的伴奏形态 第二种伴奏形态 我们要弹和弦的跟音和五音 我们一起看哦 跟音两拍 五音两拍 一二三四停 这是第一个小节 我们看第二个小节也是一样的 一二三四停 好 我们看第三个小节 G和弦 我们要弹跟音两拍 五音两拍 一二三四停 OK吗 再回到第四小节 跟音两拍 五音两拍 一二三四停 接下去第五小节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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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停在C的跟音四拍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是第二种伴奏形态 也就是我们在一个小节里面 两拍弹跟音 两拍弹五音 所以啊 现在我们的伴奏 一个小节有两个音哦 跟音两拍 五音两拍 可以吗 所以配上右手是这样子的 注意看咯 一二三 一二三 去到G 去G 一二三四 停 二三四 C和弦 对不对 所以无论我们的伴奏啊 是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要围绕在这个和弦的音符里面 OK 好 第三种伴奏形态 是我们要每一拍都要弹哦 每一拍都要弹 第一个小节我们要这样子 你看我们现在的伴奏形态是这样的 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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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这是第三种伴奏形态 也就是最难的 再看一次 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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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弹更音 第二拍我们弹三音跟五音一起弹 跳起来 第三拍弹更音 第四拍三音五音 可以吗 第一个小节是 蹦恰 蹦恰 可以吗 好第二小节一样的 蹦恰 蹦恰 第三个小节我们去到G 一样的行 一样的伴奏形 OK 只是换成G和弦 所以是 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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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C和弦 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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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小节 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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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G 蹦恰 蹦恰 回到C 二 三 四 停 通常我们的最后一个小节 就不再有太复杂的伴奏形态 通常最后一个小节都是停在长拍就好 停在根音 二 三 四 停 可以吗 所以这是第三种伴奏形态 每一个小节的形状是 蹦恰 蹦恰 然后一位置罢了 到了G和弦 就一样在G和弦的这个基础下 去弹蹦恰蹦恰 OK吗 好 我们从头到尾试一次左手哦 一 二 三 Go 去G 去G 停在 一 二 三 四 停 所以我们学会了第三种伴奏形态 现在我们加上右手 所以右手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左手要搭配进去 可以吗 左手要搭配进去哦 这个比较困难哦 试试看哦 一 二 三 Go 二 三 四 停 可以吗 所以这一种第三种的伴奏形态整首歌听起来就比较活泼的 比较活泼 对不对 因为他的左手是这样 蹦恰 蹦恰 的这种跳法 OK 好我们再试一次哦 所以第三种伴奏形态要记得是 蹦恰 蹦恰 OK 好 加上右手 一 二 三 Go 一 二 三 四 停 很好 OK吗 好 所以我们今天这首Mary had a little lamb 我们学到了三种伴奏形态 这三种伴奏形态只是做了改变 他们都没有离开这个和弦 每一个伴奏形态你都可以自己改变 OK 如果你有喜欢的伴奏型你也可以弹给我听 好吗 好 那如果这三种伴奏形态你们都可以掌握得到 几乎上这一堂课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记得所有的伴奏都离不开 伴奏的这个和弦代号的音符 第一个小节是C和弦 就一定要围绕在这三个C和弦的音符里面 第二小节一样 第三小节你就不能离开G和弦 第四小节C和弦 回到C和弦 C和弦 再回到G和弦 最后停在C和弦 停 好了解了吗 那这个叫做和弦代号 那这首歌是C大调 所以呢C和弦也就是第一个和弦 就是我们的一级和弦 我们也可以叫做C和弦 这是C和弦 那我们往上移就是C和弦 C和弦 C和弦 所以这个是C和弦 所以这个是C大调的和弦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是用我们的C和弦来看的话 我们第一小节是C和弦 C和弦 C和弦 最后回到C和弦 所以如果我们用中文来说这里的极数 极数就是C和弦 是1151 可以吗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会了很多东西哦 一定要去消化 好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拜拜